大家好 今集又邀請到Dr.Hairie來說說獸醫解密 我們今天想說說狗仔的苦科病 女生的狗跟人有的苦科病有很多都是大同小異 年紀方面通常都是一些中年至老年的狗 那究竟狗仔的狗仔會有什麼苦科病呢? 通常我們見到最多的其中一個就是乳腺瘤 例如乳房附近會摸到一些硬塊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會最常見的 通常如果你說怎樣發現呢? 其實就真的要捉疹 人和狗仔不同 狗仔的預防數量比人比較多 狗就有五對的 就是十個 像這幅圖一樣 這個是一隻狗仔四個朝天的 躺在兩頭上 屁股在下面 你看到它指著五個位置就是左邊的乳腺 另外那邊都是五個 男生也是一樣有的 女生也是一樣的 但是女生的乳腺瘤的機會比男生比較高 這邊的M1M2M5M2M5的各種不同名字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成? 其實是一個稱呼 譬如是人的你可以指是左邊右邊 但是因為狗它有這麼多方式 所以就要左右之餘 你還要分為是第幾 有否說 如果狗血瘤皮吊 任何一個都差不多 有機會發生的 還是有哪個位置會比較多? 全部都有機會發生的 但我們看到的比較多是M3、M4、M5 我們看到的比較多 為什麼? 有沒有分佈的地方? 我想應該是因為主人摸那隻小狗 即是掃土藍牙的時候 多數都是掃到那幾個位置 因為M1其實那兩個在狗仔底隔離 就少接觸了 怎樣發現 其實是靠主人在家裡摸到那個位置 為什麼最近摸乳腺附近好像有粒東西呢? 一些很早期的 摸起來好像一粒綠豆或BB蛋 這些腫瘤會慢慢變大 所以隨著時間你會看到它的尺寸越來越腫脹 例如下一幅圖 這個就是… 哇!腫到一塊東西 你看到它凸起凸凸凸凸的就是乳腺 哦! 乳腺扭通常來說 就是有分開糧性和惡性 糧性的意思就是 它在那個地方生出來 它就在那裡了 它會慢慢變越大 有些可能上面會損了 會發炎 然後有感染或者會痛 但是糧性的不會擴散到別的地方 明白 惡性的意思就是類似人的癌症 惡性就是會擴散到別的地方 如果它是惡性的話 它可能會走去附近的淋巴 可能會走去… 最後會擴散到肺 你單憑就這樣用手去摸 或者用肉眼看 其實你分辨不到它究竟是糧性還是惡性 那些就要靠一些去發炎 發炎了 那是不是糧性和惡性 都是要去移除的呢? 或者是切掉它 如果要處理它 或者要解決它的話 這個是手術才可以做得到 因為沒有什麼藥 吃了之後那顆東西是會縮小的 以這種腫瘤來說 所以如果它是生乳腺瘤的話 通常就是要做手術的了 手術就是會需要全身麻醉 然後就把那顆乳腺瘤把它切除了 然後我們就會傳到發炎所做一些切片發炎 那就可以確認到它究竟是糧性還是惡性 如果是糧性的話 通常切除了之後 傷口預合了就沒有問題 就斷尾了 所以糧性也是要切除的 是的 那糧性和惡性的比例 在狗仔來說 通常就是50-50 如果有一顆乳腺瘤 有50%的機會是糧性 有50%的機會是惡性 有50%的機會是惡性 通常貓大概85-90%都是惡性 為什麼會這樣? 貓牠生的那些懸線瘤 通常都是一些會抗散的細胞 所以通常發現出來都是惡性 很多次都是確診的時候 已經發現是抗散了 也不奇怪 第二個我們最常見 在診所會看到的苦方病 就是叫做子宮織籠 就是它的子宮裡面有細菌感染 接著就織了很多籠在裡面 怎樣才能做到子宮也發炎呢? 通常可以看一看這幅圖 左邊那個就是正常的女生的狗 結構圖 你看到上面的箭嘴指著的 就是它的卵巢 下面那個就是子宮的位置 正常來說 一隻小狗的子宮的粗幼度 如果牠沒有發情、沒有充血的情況下 就像一條煮熟的意粉那樣粗 嗯 但是如果牠裡面有細菌感染 牠積住了很多籠 好像右邊的圖 上面的箭嘴指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 裡面全部都是籠 哇 牠就可以整個手臂這麼粗 如果 剛才說了一些 開始有病的時候的病症 如果一直都沒有處理的話 其實這隻小狗會開始越來越虛弱 那牠可能會有脫水 那些毒素可能會影響其他器官 譬如有腎的毛病 心臟的毛病 影響血壓 可能最後會有敗血症 那是有機會會有生命危險的 嗯 一路推上去的 那這件事是否普遍呢 在香港你接過的個案 都普遍 不過都是一樣 可能因為現在做住育比較普及了 那所以 都會減低了這個子宮職能的問題 比起可能十年前發現 是真的少了的 還有可能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個毛病 那真的發生的時候 都早點去看醫生 那就可以 不需要等到他已經休克的情況 才做手術 其實那些症癌 大致上我們會有個方向 譬如看到一隻小狗 六、七歲 未做住育手術 女生 然後 通常有這個問題 多數都是 可能過去這一兩個月 牠有發情過 那麼那個時候 那個子宮是 底抗力比較弱 所以那些細菌 就容易會感染到牠 所以我們說 六、七歲 未住育的女生 然後牠有剛才的病症 上個月有發情過 那都很警告 我們會去檢查 牠的子宮是否真的腫脹了 檢查你的子宮有多少歲 一個身體檢查 其實去到六、七歲應該都需要的 六、七歲開始 開始就開始中年、六年 那就容易會有這個問題 那貓我發現 通常貓就年輕 會發生都多 那可能有些貓 可能六個月、八個月 已經有子宮職錄了 所以就 大家都知道 如果小狗有什麼異樣 都是盡快帶牠去看醫生 就是你剛才就說過 尿道鹽和陰道鹽 其實吃藥就可以了 其實跟人家差不多 因為有細菌感染 那些不是去到積曬 如果它純粹在膀胱尿道裡有細菌感染 通常吃一個酷的抗生素就可以 但是喝多點水 還有長遠來說 清潔上的也要做多些 有時候人們會說 我自己買些自帶買些消炎藥 或者跟人家的消炎藥給酒狗吃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付這麼多錢去看獸醫呢 那你又怎樣看呢 有一些藥是人用OK 狗用都OK的 但是那個劑量未必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聽下去的牌子可能是一樣 劑量是多少、吃多少 如果不是你給了下去 那你真的帶著狗狗早點升到另一個層級 也有一些藥是人吃是OK的 但是狗或者貓一吃了就麻煩了 那譬如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譬如貓不能吃Panador 這個不知道 貓如果吃Panador的話 就會把那些紅玉扣融了 就會貧血得很厲害 有機會令到牠貧血不夠氧氣 還有會令到肝會有問題 這個很重要 那不要省了一點點 真的要找一些專業意見去看獸醫 始終你都愛牠了 囉 其實我們是沒有資料獲 Apostol